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好的 龚俊和张哲瀚一直都是相互帮助的好伙伴啊 还记得之前在节目上 龚俊还帮张哲瀚认过人吗 四个字形容演唱会 张哲瀚欢乐无限 龚俊人才挺大 张哲瀚我们俩的环节太多了 有点赶 我和龚俊没有什么经验 龚老师帮我找掉是明场面 龚老师挺聪明的 龚俊最近是真的忙 在飞机上面印象最深的是红包 他对不熟的人挺成熟的 要知道龚俊的歌声可是魔鹰绕梁啊 为了配合俊俊子啊 张哲瀚自降调 却弄得自己找不着调了 结果还是跑掉大王找回来的 这可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场面啊 一曲终了 故人已散 每位演员都会和自己的角色告别 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都会和这部剧告别 天涯路远 终有相逢之时 二位都是顶好的人啊 他们温柔而强大 他们就是生来之急 希望真正爱他们的人 无论是张哲瀚粉丝 还是龚俊的粉丝 还是张哲瀚和龚俊的粉丝 今后大家都能够好好相处 我们爱的人这么好 不要让自己满身力气 让他们都走花路吧 生来便是之急 每分每秒都是明场面 真没想到5月28号 还能够在热搜看到双人大名 真的很圆满 真的很质疑的纪念 任山高水远 你在我也在 一招您快乐 人生海海不复相遇 未来的每一天都要好好的 期待与你们共赴下一场盛会 我们不止有这个春天 喝了那么多的CP 拒不完后 看着双方粉丝打得不可开交 CP营业期过去啊 很少联系 以为零也会这样 但是出乎意料 两位关系还是这么好 不会一难平了 都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山格林当中的周子舒和温克行 无疑是对方的知己 不过除了剧情 两人对知己的见解却不尽相同 在山格林演唱会的后台呢 有主持人提问 两人对知己的理解 两个人分别给出自自的答案 张哲涵表示 朋友和知己的区别就是 朋友和好朋友平时会联系 会一起吃饭一起做很多事情 知己是上升到一个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会有一些共通和交流 比如很不开心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都很需要知己去帮助解脱 想明白一些东西 陪着你一起前进 而龚俊就表示知己是 吃我懂我懂彼此 任何一方做的选择还是决定 作为知己都是无条件的赞成 无条件同意 永远都是协调一致的 这就是知己 从两人对知己的了解来看呢 无论张哲涵还是工具内心 都是比较成熟的 尤其是张哲涵已经不如30岁 在娱乐圈浮沉多年 想必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他依然能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也是非常的难得 他对知己的认知 更多是需要对方在精神方面的引导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